参见王妃 沈小姐到了 民女离歌 参见王妃 以后都是自家姐妹了 不必多礼 谢王妃 果然是忠烈将们之女 气度不凡 听闻你 保下了一个犯错的小侍女 民女以为 洪丹只是无心之事 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这王府里啊 规矩森严 可并非不讲情理 秋秦 如今妹妹暂倦韩陵阁 韩陵阁里的一切事物 都由她来做主 让底下的人警醒麻利着点 明白了吗 秋秦明白 多谢王妃照抚 但是妹妹 你刚入府 有善心是好事 可是 你也要明白 恩威并用 刚柔并济 恪守规矩 其实 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民女多谢王妃教诲 玉燕 首饰拿来了吗 我去看看 妹妹来 来 这边坐 这边 怎么现在才来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这是我找城里最好的工匠 专门为妹妹大婚定制的 妹妹看看 是否合心意 王妃如此厚待 民女感激不尽 妹妹不必客气 殿下很重视这门青日 那礼仪归制呢 这些人 自然也不可待了 喝茶 小姐 你这些首饰可真好看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 我还能看到 这么好看的首饰呢 那一会儿 给你回去带上试试 小姐 真的 好呀好呀 待会儿我试试 小姐 这可是你大婚用的 怎可儿戏 这有什么的 不过是一套首饰罢了 就是 我就得就得就得 小心点了 没事 没事 我来弄 女哥 要好吗 我带你们去做 吧 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这就是 这就是 弗仓王 图穴 子 你也没有 这么心急啊 你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呀 要不 咱们就凑近点看看呗 要看你去看 行 那我去给你看看啊 彭承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小姐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我们俩就去给你打听打听 好 那你们俩去 不过 可别叫人发现了 明白 春心倒样了吧 走走走 找人买点银芝水粉 打点下侍女们 让他们 把离哥满身伤疤的事散出去 越严重越好 既然沈离哥入府之事 如此万重重 便不妨 让他更招摇些 是 小姐 灵芯明白 是 谁 你是小姐 你怎么可以 脸上去 我现在这种 你怎么要 里边有吗 没有啊 不是这个 是否坚扰到王妃 我这就去 那儿还有一个 就在这儿 快快 再往前一点 往前往前 再往前一点 小姐 你礼仪还未学完 却在这里爬树够鸟 太妃知道了 定会责怪于你 很快就好了 小姐 有没有啊 小姐 这次有小鸟吗 没有啊 好 好像在那儿 快快快 推过去 推过去 再往前一点 就在前边 推过去 推过去 发了 快了 快了 好 往前一点 停 走 这个沈家小姐 真是没会没局 怪不到太妃 让她提前入府 学习的教 再往前一点 王妃 需要我去通床吗 不用了 我倒是挺喜欢她的 找到了 找到了 就在这儿 太好了 太好了 就在这儿 太好了 来 来 小心点儿 好 小姐 你不好好学礼仪 却花这么多时间救鸟 到底是礼仪重要 还是鸟重要 月梅姑姑 你看这只小鸟 它多可怜呀 它已经叽叽喳喳 好几天了 肯定是饿了 而且你看它 想飞去飞不起来 肯定是受伤了 它娘要是知道的话 那该多伤心呀 姑姑放心 耽误的时辰 我定会补回来 该学的礼仪 我也会好好学的 这样可好 那小姐以后 还是不要这么 爬高下低的 传出去不好 谨遵姑姑教诲 小心 红丹 一会儿给她包扎一下 然后给点吃食 好可爱啊 我一定给她 多给点吃食 养得白白胖胖的 小的时候 别吓着她 这府里 好久都没有听到 这么开心的笑声 可是她 走吧 见过王妃 殿下是去看望太妃 给太妃做了碗粒子羹 好像还有声音 还要我们再找找 你小心 小心点 在哪儿 他给摔了 给我吧 好像在那儿 给我 给我 我还是蛮喜欢她的 那就请王妃 多多照顾我 我的意思是 沈将军怕自己女儿 不懂礼数 得罪了王妃 那殿下请转告将军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一定 走吧 我 就在那儿 小姐 来来来 来来来 你上去 给我给我给我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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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勾勾勾 我 勾勾勾 小心点 小心点 走吧 再高点 向游新生 要面带微笑 关上 我就想想的 把这些纹是 老是日豪殿下 终造了这副 我就 可怕会吓坏吧 姑姑 小姐都做了两个尸身了 你就让她休息会吧 这就累了 月梅姑姑 我们知道 这儿是旁车王府 不疼于一般的府邸 变美姑姑 我们知道 姑姑辛苦教授我们小姐礼仪 我们都很感念的 姑姑 王妃拆人送来的点心 王妃送来的点心 小姐 礼仪还没学完 不可妄论 王妃派人送来的点心 自然是给我吃的 我正好现在也饿了 怎么 难道姑姑 连王妃的意思都要忤逆 好吧 送回去 是 等等 小姐不可妄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知道姑姑最好了 来 大家一起吃点心 快来 来 来 姑姑 你也尝尝 那小姐休息片刻 我稍后就回来了 那我们就自己吃了 多谢姑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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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打探到消息没有啊 有 殿下每月初一及十五 都会去王妃的交花阁用晚膳 这是太妃定下的规矩 用个晚膳也要定规矩啊 用个晚膳也要定规矩啊 若不是太妃定下这规矩啊 殿下能一年半载不去找王妃一次 所以 王妃是至今的无所出 这么看来 王妃也挺可怜的 不过小姐 这可是你的好机会啊 一会儿你再去帮我打探一下 庞城王的消息 是 来 咱们先吃点点心 不是 这点心就这么一点点 小的跟绿豆似的 这根本就不经吃啊 幸好还有一个 来 这块刚在这里面没有 猴子 猴子你尝尝 那么着急找我也何事啊 中户若想阻止 沈黎阁加入王府 现在可能有一个机会 说清楚 府里已经有人传出 沈黎阁的身上 有很严重的伤疤 若将此事做大 沈黎阁定然无法加入王府 中户说过 只管盯着他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 中户让我盯着他 不也是要寻找机会吗 现在有一个机会 为何不用 我自己去找中户 中户是想让他死 一个伤疤有什么用啊 那 那如果他被逐出府 不是有的事情会下手 神略请我警告你 做好中户的眼睛 若是你不听话 中户不介意 再换一双眼睛 你现在不过是一条丧甲犬 中户给你机会 你就好好珍惜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玉岩姐姐 这是脂肪刚刚 为王妃感知的锦缎 请你检查一下 是 玉岩姐姐 你什么时候 让我进内殿啊 谁让你是中枢令 送来的呀 王妃不喜欢 罢了 看你也是个机灵的 寻机会 帮你跟王妃说说好话 谢谢姐姐 姐姐 其实中枢令也是为了王妃好 这沈家小姐若是得了宠 恐怕王妃地位不保啊 最近府里传言 那个沈家小姐身上有疤 你听说了吗 什么疤 那沈家小姐 自小流落在外 身上有一大片疤 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若是太妃知道了 一定不会容忍此事的 姐姐放心 卿儿知道该怎么做 下去吧 天啊 这是哪儿啊 这府里得住多少人啊 妈呀 这么大啊 我 趁我哪儿走 就这儿了 真好看 疗子 疗子 你干吗 疗子 王妃刚赏的疗子 这都掉池塘了 你还捡的干吗呀 心才能用 你是不是傻呀 你才傻 你敢骂我 我还打你呢 你试试啊 这么好的料子 我做梦都不敢想 你这人 你是哪儿的师女啊 神府的 神府 那 那我不跟你计较 怎么着 怕了呀 我 你什么你 我帮你捡 是 回去洗一洗 应该 别在太阳底下晒 来 那边 不知道沈恩府的那位小姐 又是个什么主 小姐 待会岳眉姑姑 都要来检查小姐的礼仪了 你还不跟你多练习练习 再吃点 小姐 一会儿又得挨法 再吃点 你别喂了 一会儿就练 不着急 吃 小姐 你快去练吧 要不然的话 我就把它 把它烤到吃了我 小欣 这小鸟多可爱呀 怎么能把它吃了呢 小姐 敬烈王嘱咐小欣保护小姐 如今小姐 必须学会所有的礼仪归程 才能避免犯错 保护自己 敬烈王的命令 小心可不敢违抗 敬烈王的命令 你不敢违抗 就敢违抗我的 小姐 你怎么说都行 反正 反正你快点去练嘛 练嘛 好了好了 我学 我学还不行嘛 行行行 快快快 照顾好她 嗯 今天月梅姑姑说 珍酒食 起身 福度要小 往下 下来的下来的 走走走走 哎 酒壶的角度不能太低 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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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不上不上 不上 对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酒 还不能撒出酒盏 步子要又小又轻 就是这样了 小姐 你试试 小新做得可真好 已然一副 大家闺秀的不要 日后 若是一位大文臣也嫁的 你放心 我有机会 定和爹爹好好说说 帮你寻个好人家 我也是刚学的嘛 小姐 你 我都是为了您才学的 你打趣我 我 我可再也不管你了 听得跟爹爹说呀 你 等我没说过 妹妹 大哥 你怎么过来了 来找蓬城王的 这个给你的 还给我带好吃的了 大哥 快来 坐 好 我先尝一尝 真好吃 真幸福啊 还习惯吗 娘很记挂你 挺好的 娘呢 她身体还好吧 好 这节饼就是娘亲手做的 非要让我带来给你尝尝 我就知道 我娘的手艺最好了 还是家的味道好 爹呢 在承修阁和蓬城王议室 对了 对了 大哥 爹去王家提亲了吗 爹去过了 可王氏伯病了 说过段时间再去 放心吧 大哥 你和紫禁姐姐两情相悦 有情人定能终成眷属的 只是还有件事 让大家一直心里的安安 轻而不见了 你和紫禁姐姐 他不是嫁去铜城了吗 铜城来信 说根本没接到人 现在谁也找不到清儿 没接到人 爹已经派人去找了 谢谢哥哥送我的风铃 我好喜欢 喜欢就好 你王氏伯塔 他拒绝了 拒绝了 我知道 王兄一心淡薄 只愿 紫禁能够安稳一生 爹 我没事 我也希望紫禁 能够平安快乐一生 我 你胡说 沈家小姐身上 怎么可能有疤痕呢 这整个府里都已经传开了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能伺候彭尘王呢 而且我听说 还是刀疤 很瘆人的 刀疤 怎么可能啊 是吧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 你想想 一个女孩子身上都是刀疤 那得多可怕 参见太妃 刚才是谁在妄议啊 是我 太妃明鉴 刚才的话是我说的 但绝非妄议 绝非妄议 是 都说这沈家小姐身上便不刀痕 还说 说 说这沈家小姐 自小就流落在外 身上又有这样的刀疤 都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情 然后还能回神府 定是命运之人 会冲撞殿下 为府里带来不祥的 闭嘴 春风 在 张嘴 是 是 来人 拖下去杖则二十 看看以后有谁还再敢不分主仆 妄自一轮 是 谢太妃 刀疤 看来我们是该见见这位有刀疤的沈小姐了 来 哎呀 用力呀 口袋一定要勒紧 用力呀 嗯 嗯 哎呀 用力 愣着干什么 用力呀 哎呀 哎呀 又厉又厉又厉 你没有看到小新都喘不上气来了吗 什么破规矩 你是想让我勒死彭城王吗 不可胡言 这不是你刚才教我的吗 王妃 救命啊 王妃 救命啊 见过王妃 行了 行了 月梅姑姑辛苦了 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吧 可是王妃 也不差这一两天 这府里啊 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要不是妹妹来了 恐怕这府里还是一片清冷呢 听说妹妹以前行走江湖 那妹妹愿不愿意跟我 讲讲这外面的故事 当然愿意啦 好 我就喜欢你这性子 来 跟我去教花阁用膳 好啊 走 你别看那恶霸 人高马大的 结果 我一上去就 啪啪 直接两巴掌 就给他煽蒙了 他就这样 那他把那群孩子就给放了 何止是放了呀 我还让他们周铺设了一个周滩 接其过往的流民 来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记得还有一次 是在胡州 遇见了一个骗子 你猜怎么着 他专门骗少男少女 是不是很可恶 结果呢 我就混进人群 趁他一个不注意 你猜我怎么着 怎么样 我一脚就给他踹进了粪壳 是不是 江湖上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趣事 小姐 你刚才已经吃三块了 再吃又第四块了 王妃 这么多的规矩 我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食不过三这一条了 食不过三是食不过量 是欲望又有所节制 可是 可是这不对啊 既然食不过三 那为何要做这么多 岂不浪费 就是啊 我觉得妹妹说得对 之前呢 我一直都在遵守规矩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 对不对 近日妹妹之言 我也觉得有道理 既然这样子的话 姐姐 那你也多吃点 妹妹如果喜欢这点心 你去御膳房 多拿一些回去吧 是 多谢王妃 没想到 姐姐待我如此之好 妹妹不必客气 都说同府女人多斗争 可是这斗争呢 又何尝不是源自于一种悲哀 我们没得选择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男人三妻四妾习以为常 而我们女人终其一生 追求的 或许不过是一些金花水月 所以又何必在牛角间呢 只要看着 陪着 可能就是最好的 女人 姐姐 妹妹 我知道你不是 攀高采低 爱慕虚荣之人 自从你入府后 这府里呀 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 我看着也是开心 姐姐开心就好 参见王妃 何事 刚刚太妃听说 沈家小姐也在这儿 太妃想见一见 王妃也一起去吧 余嫣 把宫里送来的杀菊 也拿过去吧 是 我是 遢过母妃 娃妃 这位就是沈家小姐 沈骊歌 见过太妃 母妃 这是地方进宫的杀菊 早上刚送到山堂 妾挑了一些好的来 带给母妃尝尝 这品相怎么这么难开啊 母妃 这是江州的特产杀菊 皮上菊疤越深越厚的 那汁水啊就越是丰厚 太妃 这山堂是怎么干活的 这怎么有伤的橘子 也送进王府来 这人和杀菊是一样的 图的那都是一个金柜 可我怎么听说沈小姐 和这杀菊是一样的 满身的伤痕哪 母妃 自古女子嫁入皇室啊 一是靠德行 二靠家事 三靠模样 你本非士族大甲 若再有满身的伤痕 你如何 能伺候彭尘王啊 母妃 殿下那侧妃 是高祖皇帝的遗仗 更何况 沈家又是功勋十家 不如让妾先去查清楚 然后不用麻烦了 再谨解 皇帝 这件事情 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还是交给彭尘王自己处理吧 沈家小姐 当着太妃的面 拨开了一巾 露出一道道刀痕 据说啊 是触目惊心 母妃怎么说 太妃说 呃 母妃说一切还请彭尘王做主 王妃怎么来了 参见殿下 殿下抑郁如何 王妃的意思呢 妾找了府里最好的衣官 他们说当初高祖皇帝征战四方的时候 有一副名为玉肤膏的草药 专门治疗刀痕 或许会帮得上沈小姐 王妃有心了 我替沈将军谢王妃了 妾本是王妃 照顾姐妹理事应当 更何况我确实喜欢这个沈小姐 妾自小到大只知道循规蹈矩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 更没有做过规矩之外的事情 而这个沈小姐 好似活脱脱来自另外一种生活 妾觉得新奇 觉得好玩 殿下 要不然 我们去看看这位未来的侧妃 据礼法 大婚之前 我是不能见她的 礼法也是人定的 妾不敢破 殿下不是要破除救治 连殿下也不敢吗 如今啊 府里都在议论 说伤疤冲撞殿下引得不祥 若殿下现在去看沈小姐 正代表了您的态度 不会因为伤疤之事 影响纳侧妃之理 也好让沈小姐安心 众人皆反对我纳数族入府 没有王妃如此开明 我心甚为 无论世术都是大宋的子民 殿下更不应该有什么偏袒不深 殿下去看看吧 小姐 你这个疤是怎么弄的呀 这一切 都是我在这个世上走过的痕迹 磨灭不了 也不可磨灭 小姐 如果因为这个 蓬城王毁昏了怎么办 蓬城王与沈家联姻 他看重的是沈家在北京的军权 取与不取 与这几道八无关 这是他们朝堂的博弈 只是有些事情 还是提前准备得好 好 小姐要准备什么 我这就去准备 是非便宜的博物 我只得一批 已经在北京的就表达了 老师 老师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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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 我所认的博物 lap 王妃拆人送过来的 王妃有心了 小姐 小姐 彭承王和王妃来了 彭承王 刚刚一个侍女跑来告诉我 让小姐准备迎接呢 小心红丹 更衣 是 去吧 殿下 我已经叫人通知了韩灵阁 想必 此刻沈家小姐 已经准备迎接了 真名 超顺 殿下 殿下 敬临网友紧急军情禀报 正在承受阁等候 小姐 你稍微忍一下 小姐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瞧把自己给折磨的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这一次啊 若是能把沈黎歌除了 受这些伤也算值了 太妃那边怎么样了 我听仁寿阁的人说 今天太妃把王妃和沈黎歌 都叫了过去 沈黎歌当着太妃的面 露出了伤疤 那太妃怎么说 太妃说她管不了 全凭彭正王处置 小姐 我看这次沈黎歌 定是在劫难逃 谁能接受一个满身伤疤的侧妃 见过王妃 妹妹来了 快这边坐吧 好 妹妹今日怎么了 怎么这样欲言又直的 可不像妹妹的性格 王妃 可否恩准黎歌出府 出府 妹妹可是担心疤痕一事 我身上的疤痕 自幼就有的 想要除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我也不想让太妃和王妃白费心思 只是 恳请王妃多给我两日十日 待我学完礼仪 这样子的话 对我爹娘也好有个交代 妹妹无须担心 我已经禀告过彭尘王此时 她并不介意 无论疤痕是否能够去除 妹妹的大婚都不会被影响 请妹妹放心 对了 今天刚好请了孙医官来 让她给你看看吧 来了 王府要是孙泽海 见过王妃 孙医官 这位就是沈家小姐 之后的彭尘王府侧妃 请问沈家小姐身上的伤口 因何而治 戾气所致 在下有一家传秘方 名为羽浮高 可生极去罢 只是用药之时 疤痕发痒难难 但若能熬过这敷药的三日痛苦 肌肤便会逐渐如心生一般 会很难受吗 王妃放心 姐姐处处体谅离歌 我也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再说了 我从小出身于江湖 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这一点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那在下就去药室配药 让医馆每日监主 为沈家小姐敷上便可 多谢孙医官了 能为沈家小姐效力 是在下的荣幸 在下先行告退 小姐 不好了 王妃找府里的村医官 为沈梨阁医治 王妃竟然会帮她 走 去哪儿啊 去药室 孙医官 这育腹膏里的银杏片 是要三片还是四片啊 四片银杏叶磨成粉 还有白玉髓 竹被磨成的粉六千 这位剑血枯的分量 不得用 要特别小心 多一点就会危及性命 切剑血极 还有 每日按今日的方式煎药 不得用 好 你 跟我来 是 微信 你去把她引开 是 来 我是焦华阁的 月燕姐姐让我来给王妃拿些安神药 好 你过来 你 还是焦华阳 你 去哪儿 你 啊 此刻各似节节藏心之 爱抚到碧肩焦与路 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成了去 待遇情假许再回忆